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哥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何预防我们的记忆力衰退 我曾经上传一个播放清单叫做老黄记忆力 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特别是讲我们为什么记忆力差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增强记忆力呢 增强记忆力的食物是什么呢 我也会将这些网址放在现时视频的简介之下 你们按入就更多资料了 以往资料是多于改善方面的 大家知道预防胜于治疗的嘛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预防 当我们中老年的年纪慢慢长的时候 我们脑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就逐渐受损 神经底质的活性就降低 大脑的微循环结构就慢慢改变了 这些情形是会令到我们的记忆力 慢慢衰退的 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的嘛 那现在呢 我们怎样去预防记忆力衰退呢 几方面大家要注意 第一要多用脑 一把刀不用它都会生瘦了 所以我们的脑越用越灵活 这是最好的预防记忆衰退的方法 多些练习 玩一下填字游戏 或者念诗书短文 或者养成你日常写日记的习惯 睡觉之前可以重新想一下我今天发生什么事 或者将你未做完的 用纸写下来 做个备忘录 这些全部都是锻炼我们记忆力的 很好方法 我曾经介绍 一个最强大脑里面的一个参赛者 75岁的老人家 他已经患了失忆 已经是不认得家人了 出了街不懂回家了 但是他后来不停地背这个四书五经 竟然回复正常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逆转个案 就是多用脑 第二方面就是改善我们的饮食 Omega3脂肪酸 丰富的食物 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老化 提升记忆力 最好的选择就是三文鱼 但可惜很多时候是污染了 所以如果是深海来源 是好的 这个值得大家尝试的 除了 如果我们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 也是好的 这个低血糖指数就是GI值低 这些包括全谷类的食物 同时一些叫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这些全部对改善记忆是有帮助 也可以你用小吃多餐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脑 九成以上的能量 是靠血糖来供应 当血糖下降 我们大脑的供养量 就跟着下降 你就会觉得很疲倦 精神集中 记忆力衰退 所以你有时可以一日吃午餐 每餐吃少一点 这样 是可以预防你的血糖水平 忽然间降低 这就令你 大脑就保持敏锐了 特别是要上学的 这些小朋友 你的一个营养的早餐 是可以帮助你上课时提升记忆力 注意力和学习的效果 千万不要不吃早餐 第三方面就是运动 你每日删下布 做些伸展运动 因为研究发现 运动不止令人保持你的身材渺 还可以预防疾病 还可以预防疾病 最重要是可以预防记忆衰退 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这样是会触进大脑实际的增长 令到神经细胞之间 紧密连接 就有效延缓记忆力衰退 第四方面 是要减轻你的压力 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 放松的运动 这些可以减轻你的焦虑 压力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 释放一些叫做皮质醇 Adrenaline 这个是证实 令到我们大脑记忆部分 会发生萎缩 是导致记忆力损失 所以 我们尽量减轻压力 做什么最好呢 虎学证明 打坐是很有效改善你的记忆力 第五就是要检查身体内的含铁量 铁能够帮助重要的神经底质形成 这种底质 是保持我们大脑功能正常的关键物质 铁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主要物质 如果你长期缺铁 是会导致血红蛋白合成障碍 这就令到大脑处于缺氧的状态 研究发现 如果你身体内含铁量较低的女性 她的记忆力损伤问题 是其他女性的一倍 所以要时时严血的时候 看看你里面的含铁量 如果不足 就要在其他食物里补充 如猪蝇 蛋黄 芝麻 木耳 亦可以 服用这些铁质的补充剂 第六 不要一时做几件事 因为这样你没办法保留所有的细节 所以每一次专心做一件事 就能够把所有的记忆 保留得很好 第七 控制你的胆固醇 因为坏固醇过多 会形成斑块 堆在血管里面 会伤害心脏的静脈 亦会堵塞大脑的血管 剥夺了有营养价值的物质 你便导致 益力出现问题 而少量的胆固醇 就会造成大脑模式血管的堵塞 所以时时要查你的胆固醇水平 吃一些降低胆固醇的食物 如大豆、燕麦、橄榄油、苹果、茶和大蒜 第八 可以適度喝一些红酒 因为红酒有白黎炉醇化合物 这个物质 有显著的抗氧化效果 可以保护脑细胞作用 同时可以降低 亚斯玛海蜜症 大脑记忆功能区的 淀粉质沉淀 就可以改善大脑记忆功能 同时也降低 胆固醇水平 就可以避免大脑血管里形成斑块堆积 第九 要检查你吃的药 因为年纪越大 很多时我们都不多不少要吃药 我们除了配合 医师开的药方之外 你会发现很多药会影响你的记忆力 好像安眠药 止痛药 抗抑鬱药 抑鬱药等等 所以你留意一下 是不是这些药物 令到你的记忆力衰退呢 这些以上 都可以预防 我们记忆力衰退的 各种方法 所以趁我们未曾去到 这么严重阶段 早点作为预防 希望大家永远都这么好记性 记得我 多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踏性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